8个月没有回娘家了 今天带着他们一起回去 开心吗 特别开心 我和我老公是一个室的 但是不是一个县的 他是配县 我是批县 开车过去也得两个多小时 平时回去的很少 基本上只能等到他们放寒假 还有暑假 你们看妈妈还特地化了一个妆 我就抹了一个口红 平时不化妆着 回娘家不得打扮一下吗 老三从小是跟着我妈妈长大的 今年回去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 我来采访一下 当然是开心了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 激动的呀 对 这个是我们家自己灌的腊肠 给我妈妈带点去 年前的时候我已经给他们寄过去了 现在可能都吃完了 我们去走个亲戚 把奶茶都带着了 仓鼠的笼子太大了 留下让我婆婆帮我们喂着 我们三个人早上都哭了 不舍得帮奶茶自己一个人放在家里 所以我就同意他们带着了 大不对直接出发 公公婆婆把我们的后衣箱都给塞满了 看看都装的啥 带了四箱酒 两箱纯奶两箱酸奶 还有那么多小孩吃的 这里面还有鸡蛋 还有半只羊 您看看妈那么多东西看看 这不是给你长面的吗 那起码也不回忆 回忆你也有美也好看 我们家不是五座的车吗 为了走着这趟亲戚 早上我老公专门去表哥家 换了一辆七座的车 还有这个车高大上呀 后备箱都是自己落的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看看这个大太阳 风和日丽的 回家的路上 风是暖的 心底是甜的 妈妈是最开心的 回家喽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带着爱你把家买 上高速了 离老公家越来越近了 高速免费通行 大风车 我先去评个视频你们 到底装了 好嘞 这就开始进庄了 这是我们装上的桥 啊 等等我 等等我 我还没上车呢 不好意思啊 刚才把人给忘了 故意骗我下车 阿妈 回来了 来了 快给老人 把老人摆下回来 好 起来 起来 这个就是俺家的大门 这是我们家的车 两个三轮车 阿妈已经把小老四抱走了 现在我们要把身上的东西都搬下来 等会就要吃饭了 抱抱抱 你看 回家了 压得笑死了 你看 嘿嘿嘿 这个就是俺妈妈家的堂屋 来 这是我布的几个小宫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搬到屋里去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我妈妈家了 给我公公婆婆打个电话 给她们报一声平安 喂 爸爸 阿姨已经到了啊 别担心了 这是俺妈自己腌的咸鱼 在这里晾干 然后煎着吃 我的妞嘞 这是什么肉 阿妈这是什么肉 这是腊肉呀 这看着怎么也不笑脸 这就是俺家的院子 给大家看一看 老长了 再从这边看一下 农村小院 这被子是给我们晒的 那边还有那个平房呢 这边这个是我侄女 这是老二啊 他们两个人是一样大的 这身高怎么像他这么大的 你怎么会挡着姐姐 你看你这儿哥 你还挡着姐姐来 嗯 看啊 哈喽喽 哦 嫩嫩嫩 真贵 老三 嗯 你去问问老爷 弄的啥好吃的 好嘞 伯狼你弄的这么好吃的 我去炒的敲的 我 你给他吃了吃 你油腻了 我 你给他敲的小素菜 啊 哈哈哈 哇 你下了了 下了 好了 出锅了 这个是炸签子大席上吃的菜 小孩都特别爱吃 这就做了两个的花绝 这就上一碗 起来 好色 这赞你都用 哈哈哈 坐下了 你 我让你短 我坐下 我小步 小步的给你短 再给你 喝喝 你吃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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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家的饭香不香 好吃 我刚把小四带哄睡着 外面的饭已经吃完了 我老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也累了 让他睡一会吧 刚吃完饭你们干啥去了 我们最近买好吃的了 糖葫芦要糖块 上街赶急了呀 对 这里的东西挺便宜的 买了八个糖葫芦才花了二十块钱 我们我们那里买一个都花五块呢 赚了是吧 嗯 哈哈哈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房间休息了 就是我以前没出嫁的时候就住在这个房间 今天回到家挺激动的 他们三个人也特别的开心 跟着他们一起都已经跑出去玩去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